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下的天父感谢你 让我在这里被栽培 被教导 来到台湾是最困扰在我心灵上 再看我应该怎么走的路 我有几件事在动物前解不了 譬如我的兄弟在监狱 我的教会 所以没有退休的休闲 又生活的难过 就求你使我们成为今天 在这个动荡的世代里面 成为和平之子 将你的爱 将你的公义 将你的仁慈 去种植在这个社会当中 种植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你看 五十年了 我年纪大 这棵树都长得非常健壮 之后早上就在这里祈祷 我们叫做神庚 这个地方就是我住的宿舍 就是很怀念我 那时候因为学生小 我就住一个人 一个房 然后一个书房 那么就 我会喝咖啡 就在这里学会的 一家传道人 就要基本的性乐的知识 第一就是女生本身呢 就要学会弹五线谱的性诗 所以 男生呢 就要学指弹唱 所以呢 现在到我 就是八十岁了 我都懂得打四拍 如何打法 哇 我现在只懂得弹 手指更换手指还行 我那时候练琴呢 最怕就是练琴 因为练琴很悶的 有时候我感觉到很孤单的时候 那其实呢 我就来这儿唱诗 这个地方就是 我就是 这个疗疗孤单 孤直 或者是当时来到 一个陌生的环境 就是 我不是很懂得 如何可以应付功课 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就 小学馆呢 就是我 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人像 因为 他开放夜晚 就 都可以一个人 就是可以来这儿 三眼会不会吵人 是吧 不会吵到别人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是我都很喜欢的地方 这个就是 我老师 周联华牧师的办公室 这个就是 牧师和师母的照片 这儿就 有一幅照片 其实 我是刚刚在德国 拿这个人权奖 之后呢 和他一起拍一幅照 送给他 最主要呢 我们是 很多谢他的栽培 教导 他将他的教导 即是 植在我的心里面 那么 我也想不到 他 能够 就是会在他的 办公室 我当时 护检陈学院 其实有两个 影响我的因素 其实我是 很希望 将福音传给中国 所以我觉得 应该来一个 华人的社会 去接受 这个文化的 分途 周牧师说 周牧明 你去牧会的时候 第一 要做好教会 第二 你要促进社会的 和谐和进步 第三 你要使得国家走向民主 自由 这三句话 到今天 我都没法忘记 当然 我不想不到 我后来在教会里面 我想不到 我后来 是要这样做法 我就是 七六九年来读书 七二年毕业 七二年毕业 就不是很多学生 我们这三个 都是香港人 这个就是我 那时候 都是 好学生 这个呢 就是我的师姐 他给笔记我抄的 其实 不明白 我就问他 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时候 懂得我的 广东话国语 师姐 后来就是我太太 回想那时候 真是很温馨 虽然读书艰苦 我会陪很多东西 但是 回想那时候 真是 都是一个 很 很温暖的 的时候 虽然我那时候 都孤单 在那边读书 但是 都 很开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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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学院毕业的时候 当时 柴湾 科兰堂 就要 请前导人 当我去柴湾的时候 有些家庭 甚至受到性侵略 有些什么就是吸毒 有些夫妇 有家庭的暴力 我会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社会 活生生的人 所受到的困难 我怎么做呢 这张应该是82年 我们争取兴建东区渊虎 这个时间 其实我们还在海星堂 召开居民大会 那陈建文就看看 那时候真的很年轻 应该是大学三年班 这是他的毕业论物 请 朱牧师 请 朱牧师 四日 在那夜 昌声不绝 八九民运的时候 当然 整个香港组织 出业支持 基督徒也是支持 我也有参与 基督徒的运动 我上去北京 然后回报给 我会听 所以其实 我是整个历史 在我好像 那个服务的历史里面 跟香港的历史的进程 似乎都是 一样 当时 我都八二年 争取卿东区院 八四年 争取八八直选 然后 八九年 参加民运 其实 在我来说 或者别人眼中 看我觉得 牧师 够了 休息了 这个就是 很多人会劝我觉得 应该是 休息的时间 一零年 我做扯路旺花 做过舞台剧 那个舞台剧 其实 我做完 我感觉到 那个舞台剧本身 其实就差不多 是我 那个 服事的 句号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事 死有事 灾众有事 拔出所灾众的 也有事 那个画却对我来说 不等于演出一个舞台剧 对我做了几十年 和我一九六一年 相信耶稣 我七十二年 就做全道人 但这个却给我 好像一种 一种 一种 有些人造革命 有些人不搞革命 但是幫革命 或者是明幫 或者是暗幫 有些人不贊成革命 但是都在做幫助人的事 這個對我來說 真是一種感動 我都覺得 我都做得很輕鬆 正直到有一天 說這個公民抗命 找賣專用來陳建文 嘩 我們給他點了名 我跟陳建文在這裡很熟悉的 我可以寫好運動 我真的打到這裏 陳建文 大教授說 叫我們去佔領公民抗命 陳建文當時 他就告訴我 嘩 我在巴黎 他就這樣說 那你說要不要做 陳建文說 做 一句實話 我們就做了 公民抗命 爭取普選 我明明一做七十歲 你就是黃教授 我有沒有 你知道大用親子 都很爆炸性 他說佔領中環 是一個爆炸子彈 那樣爆炸的 那見文就 嘩 厲害了 這次就想得最靚 很靚的名字 楊愛爾莫平 佔領中環 這完全都是宗教的意味很濃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彈我們 那時候 那我就說 這樣呢 要有分別的話 那我們的記者會本身 就應該有分別 所以我們選擇 教堂 作為開始 如果這個行動 我們有可能失去自由 而為這個時代的人 為下一代的人 能夠爭取更大的自由的話 那我們這三個人 或許可能失去自由 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事 參與的人 是要預備一個犧牲的精神 用這種道德的感召 去感召人參與這個運動 所以 為何我用Holy 這個分別 不是 行賢就去打火鍋 行賢就去吃宵夜 不是這些 是 要認真考慮 你的決心 所以我們要在十字架之下 去宣讀那個宣言本身 其實就是有你一種犧牲的精神 而用一種道德的感召 去從事這個運動 為何有希望 你望一望你隔離的人 周圍大家望一望你隔離的人 你跟他握手 因為他將來就會跟你一起 去進行佔領中環的人 爭取民主 永不低頭 在一個運動裡面 做一個領袖友 有一件事 我常常忌心 所以 建文常覺得我 眼睛上是陷著一包眼淚 在一個運動裡面 領袖最重要的 要做一件事 就是保護 隨眾的安全 有名優姓 可能會受到保護 但是最後最慘的其實是無名的事 跟隨你那些人被打被拘捕 我覺得如果我做了一個領袖 會帶領一個群眾去做這個運動 我是有一個責任去保護他們的安全 發生了這個慘喜之一 那邊根本是 被受送到的 對外套來備恭喜 GAUJI加油 trifle,富裕文 GAUJI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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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印著好心就是在最後的判刑求情的時候 陳建文對法官說我們沒有求情 但我們只要一件事求 不要讓年老多病的朱牧師被判入獄 他作公四天 作公園的最後一刻 律師麥高爾突然問他一句話 他說你為何參與佔領 他說我愛香港 我對香港有感情 這句話使得無論是旁聽者 或是反人監獄 也非常觸動 我19年判判 判了之後 其他後來的活動 我就少參加 律師對我的勸告很簡單 有合法的證件去遊行 可以 就不要說其他事情了 我記得他16日 很清楚打個電話給我 我就知道 我說不要出去 我換形 一出去一周就16個月 他說不值 他說你一周回去就16個月 所以我就 所以後面的事情 我就沒有再參與 這裏就是寫書的初步的稿 分開三個大章節 一個叫做草紋 草紋就是我的出身 我的早年的掙扎 第二個就是牧民 讀神學 去教會工作 這個是牧民 有第三部份叫公民 公民說到我對社會的參與 其實我本身 很多事情都牽涉整體 香港社會的發展 是我碰上 所以我說我有卑微的願望 就是我希望能夠記錄 這一段歷史 我來到台灣 是最困擾在我心靈上 最困擾 所以再不是看我應該怎樣走的路 第一 我的師妹的兄弟 姐妹都在監獄 就算47人也有我的朋友 在裡面 對於資料的審判究竟是怎樣 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 未解得開的結 我怎樣可以能夠解脫 這三十幾年的同行 這一種感情 所以我沒有法治是 解得開的 沒有法治是解得開的 啊 我知道他們勸我 不要回去 他們都不斷地 你不要回去 你在外面生活得好 我們就開心了 他們說 他們說 你回去 我們就很難靠 所以 這些就是 就是在我心結當中 沒有法治是 解得開的 這條溪其實是很美的 你看看 兩旁都有樹 草 然後 特別是 最困難的時候 想到我的兄弟 被拘捕 那些精神 真的狀態很差 那你唯一就是 在那裡走 走 慢慢呼吸 其實走 就是學習一種呼吸 讓自己的人能夠確定 靠主與我同居 靠主與我同居 靠夜沾心 靠主與我同居 靠主與我同居 我都曾經想過 應該怎樣能夠 就是在 我的 營友能力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 再做一些服侍 特別到一些離散的 港人的服侍 但很可惜 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 我就病了 急性膽囊炎 我住進醫院 後來做了手術 身體都慢慢慢慢 比較衰弱 加上現在 脊椎的問題 就是 只能夠做一些 去關心人 比如 寫信 畢竟都是 快80歲 其實 很多人都說 牧師你做夠了 你退吧 可能現在就是 我要做夠了 我要退的時候 有何去拒摸 誰能預住 世上度人負此 無論風也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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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不在乎 是 我們要負此